當時學姐在籃球場上拿了一盒杜蕾絲牌的雨衣 我們只用了一個 是不是還剩兩個? 學姐說 既然還剩兩個 不如我們找時間把它用掉吧 我求求你 趕快把我弄壞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OK 沒問題 他現在都發出戰鬥邀請了 那當然是要配合他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真的沒有錢 所以我們只能一直找 學校的一些天屁的球場 進行深度的交流 這邊就要說一下 我們那個宿舍樓的地下一樓 是學生餐廳 旁邊有幾間是沒有在用的 科任教室 所以他那天也特別準備好 他跟我發出戰鬥邀請的時候 他身上穿的是一件 白色短板的照衫 我說好啊走啊 我們找了很多地方 發現學校宿舍的地下室 這個科任教室是非常適合 打籃球進行交流的地方 我們就到這個教室 我把他抱起來 放到教室的講台上 你知道免不了的 我們的嘴巴還是要進行 一番就是垃圾化的交戰 手就開始進攻 把裙子掀到大概腰部的地方 才發現你裡面既然 用他們進攻 對方球員已經 浮身是水 就讓這大人這樣磨翔 停 他已經全身都是汗了 他還等什麼 直接羽衣穿好 開戰 請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帶 湖中有暖流請注意 因為那個講台的高度大概是 1米2 1米3嘛 我把他抱起來放到那上面之後 剛好稍微踮腳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他來一場PK 然後手的位置 剛好可以就是 整個把他的後半 臀部可以整個罩住 好 兩隻手剛好是 推在那個位置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激烈的場合 總是會 讓人特別的興奮 越搭 那是越爽 所以 他又想要 當女牛仔 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不小心 稍微的碰撞到旁邊的東西 都會引起 非常巨大的聲響 因為這個教室是沒有人的 他的腳就去踢到了旁邊的桌子 踢到桌子之後 宿舍樓一樓 我的警衛就聽到聲音 就問說 啊 樓下有人嗎 有人在樓下嗎 雪姊 這個時候 不敢再做任何進攻的動作 但我看他這樣 我非常之興奮 哼 你不敢動 不代表我不能動啊 Oh my god 你這個 Oh my god 你知道我瘋狂的撞那個 我瘋狂的撞那個獎桌 一直撞 一直撞 那個獎桌就一直這樣 等一下啦 你不要再拍了 一直有聲音 然後那個警衛就跟另外一個學校的工人就說 欸你去看一下啊 那教室有聲音耶 是不是有人在那邊啊 進行的同時 你知道學姊的表情是非常的猙獰 五官糾結在一起 嘴巴裡咬著自己的食指 不想要發出聲音 他就想要親我 他想要嘴唇過來 但我不要啊 我 我就故意往後 然後一直 一直這樣啊 好了 好了啦 這個同時 就一直聽到 有人走過來了 對 他就走樓梯走下來 走下來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意識到他到底多近 我只聽到他走下來 所以 持續的撞擊的聲音還沒有聽 當我發現的時候 是樓上又喊了一聲 啊樓下是有人嗎 你是有看到沒有啦 我才發現 那個校公已經 站在教室外面 看著我們 他已經看著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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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下來 我只要腳步伸 我想說應該還有一段距離 我完全沒有看到他已經在教室外面了 還有段距離啦 他不是面對面直接看到 他從後門看到的嘛 我在前門 所以他其實看到了 但我那個時候就想說完蛋 被看到了 我第一個反應是 先把學姐的裙子往下 然後抱住他 假裝我們只是抱著在 聊天 樓上的警衛問 校公問完這句之後 校公看看我 我看看他 但我的動作沒有停 經過上次的洗禮之後 這一次的動作沒有停 只不過沒有再發出撞擊聲 這只是緩慢的 持續的在進行 這個吃球 動作 在那個當下我們都沒有講話 但校公 我只能說他太棒了 他跟校公說 沒有啦 樓下沒人啊 沒看人啊 講完人就走了 只能說校公超實相 這時候給校公公公公公氣吧 他看了 但他懂 年輕人嘛 自己人喔 我知道啦 自己人 他人就走了 走了之後不到五分鐘 我們就結束了 學姐在剛剛校公來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 他幾次了 他已經飛 可是我還沒有到結束 所以我又再進攻了大概四五分鐘 我畫下一個完美的劇 到這邊之後就沒有染後了 最後那個 杜雷斯魚衣 我們也沒有用到 就分手了 就分手了 為什麼 對 因為我都跟他說我不喜歡帶 他說可以一定要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件事情 吵架超很多次 然後最主要是 他喜歡在奇怪的地方 正常的房間 除了飯店 他都不喜歡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到底 是不是我不小心開啟了 他這個怪怪的地號 因為後面還有幾次 我們就直接激烈碰撞 也沒有在穿雨衣 他也沒有排斥啊 我不知道 我到底上場是得穿雨衣 還是不穿雨衣啊 你跟我講啊 你說清楚嘛 有時候穿有時候不穿了 你知道很難過耶 分手也是因為雨衣這件事情 我不是不能穿雨衣 而是你要我穿我就穿 你要我脫我就脫 你不要要穿穿脫脫的 這樣我很難做啊 Oh my god 好啦 那畢竟也是一個就是 微精彩的故事 就跟你講的完全一模一樣 就精彩 然後突然就喔 驚嚇 然後又這樣 這個只是 這只是尺度很小 他後面接的是一個 純情的故事 偶像劇般的故事 哪裡 在這故事之後 話說這個黑屁股學姐 分手之後 又認識另外一個學姐 是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朋友是 航運管理系的 綽號叫 養樂多 她在市區的一間服飾店上 把當時的我 因為剛跟這個學姐分手 那一年的冬天 心裡還是有一點疙瘩 所以呢 我就騎著我的小野啦 到市區 尋找下一個目標 逛到這間服飾店 偶然發現 一個店員 好像是學姐的朋友 應該可以交個朋友 等一下 誰是你 於是我先去便利商店 買了一瓶抹茶奶綠 然後過去 學姐你怎麼在那邊 飲料給你喝 你在那邊工作很久了 開始套路他 問他一些基本的信息 慢慢的開始熟悉他 於是我又開始了吸一輪的套路 我每天晚上都會故意 騎車經過送個飲料給他之後 然後陪他聊天 到大概七八點左右 我就走 因為我知道他九點要下班 我就一直持續的 跟他維持感情 知道他有男朋友 但我還是忍不住自己的衝動 還是會一直去找他 後來從其他的同學口中輾轉得知 他看男朋友感情不好 他男朋友甚至叫他幫他做作業 他們是班隊 但其實感情已經沒有很好了 貌合神禮 我覺得這是個機會 合了大概一個月 過年到了 我們要回台灣了 我就去店裡找他 我說你過年沒有要回台灣嗎 他說有啊 可是沒有那麼快 可能要再一兩個禮拜 我說蛤啊 那麼久啊 我就跟他在澎湖說了拜拜之後 他留在那邊留兩個禮拜 但我回台灣之後 我回去的每一天晚上 我都會等他下班之後打電話給他 陪他聊天 聊到他去睡覺 一直到他回台灣 有一天我打給他的時候 他突然回了一句 摩哥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我說我不對你好 我要對誰好啊 拜託 他說他很喜歡我認真的 我也沒有再回什麼 從那天開始聊天的內容 就開始傾向於情侶 聊天聊聊天 那你什麼時候回台灣 那你回家玩的時候你來 不找我我們去台北玩 住我愛家 我們去電玩展 於是他就真的來找我 那幾天的相處 完全跟情侶一模一樣 手牽手 會有親密的動作 在這個時候他男友也是會打電話來 他意思是已經分手了 但這男的想要挽留 但我聽起來就是 根本就沒有分 這個男的就只是 因為他態度很差了 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定位 我是不管是備胎也好 小三也好 我就是當時可以給他慰藉的對象 當他在跟他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我什麼都沒說 他講完之後電話掛掉 我就默默的就是牽他的手 然後繼續我們那幾天的行程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 所以那幾天其實我很安分 我知道不可以 我也想要有個人陪我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好 但他在那幾天中間 突然發出了戰鬥邀請 不小心天雷勾動地火 他碰到我 我碰到他之後 就準備要戰鬥了 但最後那個關鍵 我們兩個都停下來了 我們只是沒有 但其他該做的都做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有舒服到 就只是關係更加深 可是我們其實沒有進行 正式的戰鬥邀請 後來我們就一起搭飛機 在機場的時候我們都跟情侶一樣 手牽手 但到了澎湖之後 只要上了計程車 我們兩個要回他住屋處了 在計程車上的時候 他這樣轉過來看看我 摩哥 我們應該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到這邊結束吧 可是瑞凡 我回不去了 可是瑞凡 我回不去了 好 講完什麼話 其實這樣哭到不行 從那之後 我有試圖要再聯絡他 他都沒有再有任何回應 到這邊就結束 好啦 有重量就好啦 我跟你說 您知道 我的故事 目前只有在您 天菜的YT上看得到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知道嗎 最好的話可以再給天菜點懂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是摩哥 掰掰